關芝林這日出席2018年結出領袖選舉頒獎禮 提到日前因子丹和太太汪詩詩還有女兒出席辭事晚見 就因為覺得受到主辦方歧視 最後還生氣得起身離場 當日和丹爺同場的芝芝 又知不知發生什麼事? 我看報紙 但昨天我知道子丹有些不開心的事 但什麼事我真的不… 當年我當時說那件事給我聽 報紙又報紙說 好像有點不太同 所以我不太了解 知之多晚日有沒有留意到 大會工作人員態度差的問題呢? 沒有啊 我就沒有客人 但照我認識丹爺這麼多年 我跟他拍戲這麼多部電影 他是一個非常脾氣的人 很有禮貌的人 很有修養的人 如果他都要起身離場的話 那可能真的有些事發生都不開心 那芝芝又有沒有曾經試過 受到外國人的歧視? 我就很少這樣的機會 你知道我都是香港拍戲 國人拍戲 那照計多年 就是… 就是她在荷里活拍戲這麼多年 都這麼出名 趙英就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已經發生了 就是要… 解決她 還有就是要了解她 到底是誰的錯 這樣